你 queue Station MOREN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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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來 新的醫院 今天 涼涼的 可是曬到太陽了 走路這 我已經抱憨了 哇 有楓葉 漂亮的楓葉 哇 好色眼鏡 很多顏色的感覺 搭配那個新樹苑的塔 新樹糖 來吃這家我每次在東京都會吃的壽司 叫壽司通 很棒 上次跟ASR來吃那次好像沒有這道 我在想這邊賣秋天炒糖 是嗎 再加嗎 鴛から加湯 großen 6.7 米蘭 很少 小米蘿蔔 鴛 小米蘿蔔 很棒 還有麵 著麵 好慢慢吃 好甜 吃完了這個壽司湯 實在太滿足了 它的午餐比較划算 然後也比較好訂一些 午餐是一個人日幣14000 之前跟這次都是在網路上 現在在台灣訂完才來吃的 所以大家可以在網路上訂 我覺得很推薦 就它CP值很高 就是吃午餐的話 因為晚餐一樣也是貴的 然後因為在六本木吃飯 就可以來逛六本木這家的大型巡貨店 它叫Astination 然後裡面的牌子你看喔 一層樓、兩層樓、三層樓 這麼多 全部都是買的 從設計師品牌到精品 然後小大明明可以配備工具 小大 而且我看手機是下一整天 所以我今天就睡得比較晚 所以我覺得有點累 接下來留下吃早餐 但因為已經錯過早餐時間 所以我是有買的 點了這個 點了這個 看起來超好吃的 嗯 這是我來東京 第一次坐計程車 是因為我朋友來接我 嗨 計程車很貴 因為它從台廠坐來會比售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表餐道 然後你看這個跳不要跳成這樣 雜眼 財幣已經超過一千塊了 哈哈 可是因為雨太大了 所以我們就沒有打地鐵 我真不知道這麼貴 下雨天的表餐道 你看這個是雨 雨有多大 這池塘欸 嗯 我朋友呢 問我說要逛什麼 我就想說 那帶他來Duty and Use好了 因為這裡可以逛很久 男裝女裝什麼都有 等一下也可以去再吃一次Pizza 那可以吃Pizza嗎 可以耶 你現在要吃嗎 看你要先逛還是先吃都可以 先逛 好啊可以先逛 那走這邊 試穿這件Lidles的外套好可愛 看靠在都OK了 嗨 我又有兩個朋友來見我了 但是現在雨已經太大了 然後我們經過這個團子店 這一間 旁邊 買了這個在路邊吃 在雨中是蠻浪漫的啦 我們來逛Auralee 然後呢 店員正在幫我們結帳 這邊很漂亮 然後坐下來結帳的時候 很像在面試 我要附上照片 我們來逛Akney了 然後朋友買了一條圍巾 這就是上次我在巴黎買的那個圍巾 有另外一個顏色 他現在有一個期間限定的船 來 嗨 大家我出門了 要走路去週末可以找朋友 今天不是那種大太陽很熱的那種 曬的感覺 是有點陰陰涼涼的很舒服 十幾度的天氣 走小巷子果然處處有驚喜 這也太漂亮了吧 整個光好棒 我們誤打誤霜 我就是隨便在Google map上面看到在這間餐廳 這是咖哩飯 這是什麼咖哩飯 什麼口味 羊肉咖哩 羊肉咖哩看起來很讚 這是羊肉咖哩 很羊 因為我不是有說我不敢吃豬肉嗎 但我敢吃羊肉 很香耶 但很好吃 它的咖哩醬整個都已經是羊肉的味道 我看到我喜歡的食物了 是烤蔬菜 而且這味道超香的耶 這一坨 這一坨醬料超級好吃 布丁來了 這看起來很好吃耶 上面那是脆片 怎麼會覺得比我還重呢 怎麼會覺得比我還重呢 怪我 很日本布丁的味道 焦糖味 然後蛋味很濃那種 這是什麼 等一下 它擠出來 好爽 好可怕 很像擠粉絲耶 走走走 來了 1LDK 好久沒來了 看到 看到這個飾品 它的PAPA SOR 我選了一個這個 戒指 戒指都好可愛喔 大家也都好喜歡 我們走進過這家店 超可愛 進來這裡 覺得這邊是一個步調變慢的地方 然後看上面 感覺很好喔 上面有鼓蝶椅 然後呢 然後我剛才查Google Map 發現它開到晚上 晚上會有賣酒 所以它上面這裡有酒瓶 手中的這個被子超可愛 每一個人的被子都不一樣 點這杯跟你身上的花 一模一樣能補償阿鐵 好可愛喔 太可愛了 剛剛現開 把那戒指戴起來 剛剛在1號裡可以買這個 這小雙實在有個小被子 我三口就會玩 妳在看我嗎 這畫面已經太棒了 好喜歡喔 我可以看一個小時 衣服逛逛逛逛到 代官山那些水果 青菜店 欸買這個 這個草莓阿 698 這個台灣也是賣698 但是台幣欸 這裡有那個水果固域 耶 這是這個 代官山水果店 它剛剛稱讚我們兩個 很漂亮喔 沒有它 哈哈哈哈 The Labo真是一個很可怕的地方欸 剛剛只是進去走一圈 我就可以這樣嗎 一直在猶豫要不要補貨呢 墨浴乳 但家裡還是很多庫存 所以我就買了 身體乳 跟護手霜 瘋了瘋了 The Labo是一個很恐怖的地方 嗨 這是我的朋友Lisa 我們住在東一幾年 快三年 快三年 然後呢 我原本剛剛又在表餐刀 大家不知道怎麼過來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要走來 更金美術館的對面 這間 Dollar Stairs 之前只吃過甜點 然後這一次是來吃早午餐 然後它呢 就是下午時間會休息 五點半要繼續賣那個晚餐 早午餐跟晚餐的菜單不太一樣 這間很推耶 它的甜點超級好吃喔 起司 跟蛋 這看起來好好吃喔 這好酸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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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等到晴天可以來 跟金美術館 沿路走下來 看到這裡有個小門 而且我發現 跟金美術館很多 楓葉都紅了耶 繼續往下走 這裡有一個 船跟河 小溪流 沒想到跟金美術館後面長這樣耶 外面看起來就是一個市區啊 然後商店的地方 我以為就是一般的美術館博館 後面居然有一個 已經變成一個鄉間道路的溪流了耶 我們來這邊 散步已經太悠閒了 最好漂亮 超美 超美 建議大家要秋天的時候來跟金美術館 我朋友說 在日本生活最困難的居然是 早上他早起倒垃圾 跟去超商超市都一定要好好裝跟晚裝 然後妳說妳上次看到嗎 在東京的話 就是媽媽騎腳踏車都會被愛馬仕 就騎腳踏車載小孩 然後被愛馬仕 進來 我朋友在幫我掛衣服 這是Shoppy shop店 這樣子 其實跟那個銀座的Shop線很像 我的火鍋的菜盤 真的耶 哇 上面有柚子耶 好棒喔 來了囉 哎唷哇 好漂亮喔 太美了吧 很像你們的渲染圍巾耶 日本牛 比較瘦 然後我這個看起來比較肥 這個比較能成功 因為這個 我剛剛吃了兩片 很軟 我要配飯吃了 嗯 我今天 又跟我住在東京的朋友約了 然後他說他要帶我來吃一間驚為天人的三明治 結果我一來一排隊 這是吐司的菜單 蘋果 他們的具好吃 裡面是蘋果所以它是甜甜鮮鮮的那種 然後還有起司 然後這個是 它是什麼橘子 豬肉 起司 雖然說我沒有喜歡吃豬肉啊 但我是可以挑戰一下 因為 伊莉一直跟我說很好吃 而且我不是說我不敢吃豬肉嗎 然後其實 伊莉也有點害怕那個豬的味道 然後他就說 這個是完全沒有豬肉味的 我來吃吃看 我剛剛吃了一口就是 天啊 很好吃耶 菠絲超級豬 然後蘋果很脆 肉還真的沒有豬肉味 這個很好吃耶 第二有脆 它的吐司是黑色的 然後它剛剛有一個橘子被我試掉了 起司橘子 然後肉 好神奇啊 而且它真的沒有肉味了 真的很好吃 各位觀眾完食了 但你看一下 這是我吃完的樣子 這是日本人吃完的樣子 你看啦 紅油 紅油 我現在真的改進啊 這個咖啡 居然是無興趣喝耶 所以我剛剛又來到了一杯 哇 是我這種歐巴桑啊 我們剛剛在那邊逛美妝啊 看一些設計師品牌 然後剛剛伊莉跟我說 他如果要看一些 會穿阿羅卡布 或是偷嘎這種人 設計師品牌的人 要去哪裡找 丸之內餡 丸之內餡 所以我沒事我就去搭丸之內餡 也不是說服裝 就是很合他們身份 然後很有氣質 就是也可以感覺到那個人 穿衣服是很講究 很講究很有品味 下午的時候 我會就是坐電車去營租 就是想說看一些展覽 然後其實會看到 褲上也很多 穿衣服很講究 你會看到那個鞋子 怎麼可以這麼乾淨 喔 就是鞋通常那個側面 嗯 一定會髒髒 就是會髒髒髒 對 因為他們的鞋子很髒 對 我突然看一下我的鞋子 好髒喔 哈哈哈 我覺得這本人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鞋子 這麼乾淨 來東京的其中一個 蠻大的目的是 我想要來看布 第二次聯名的 就是布的樣布 我想要帶一些樣布給打 給平台看看 可以找到類似的布這樣子 我就請一一帶我來找布 結果沒想到 這個星宿這個貓 的旁邊 這一棟居然樓上有在賣布欸 這是東京的永樂市場欸 在星宿 然後可以在那邊挑布之後 在那邊結帳 我要來宣布了 喔好酷喔 上來第二層樓 嚇到 這個風格很強烈 繼續找 哇 我想找雷絲布 所以雷絲布看不完欸 好多喔 我要繼續慢慢逛 我覺得就是想來看布的人 可以來這個地方 慢慢一例跟我說 就是日本的小醫生 都要做 做便當袋 要請爸爸媽媽做 要請家人做便當袋 然後還有什麼 地震的時候保護頭的 鋒筋 我不會對下孩子 他們的意思是說 就是要這樣 才一直感受到家長的愛 所以希望這種做 但也有些 就是人他會買現場 喔喔喔 老師出給家長的第一份作業 對 剛剛走經過 完全沒發現 他把整片蕾絲 都這樣切成一小塊一小塊 然後把它扯起來 切成一個牆給你選 天啊 好用心喔 欸這個 欸這個很可愛 圓的這個 他甚至有做這個表 所以你剛剛說 對耶 圓的那個是12號 喔那我就可以去找12號 對 喔喔 開閃光它就可以亮起白眼 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變色 開閃光之後它會變色 對 它上面是這樣10號 那那但妳那張照片有嗎 有閃 喔喔喔 一點點微微的 微微有顏色 粉粉的 嗯 買到布了 我現在能請 依依幫我一個忙 就是 其實我來的這段時間實在太長 我大概 三個禮拜要處理一次頭髮 然後還有指甲 所以我請她幫我預約 點頭髮這件事情 然後依依推薦我幾個賬號 是她有在關注的 然後我就選了這一個 點過去預約了 然後還可以選 妳要什麼樣的服務 現在有第二個推薦的人 這一個賬號 它會導到這個軟體 這個是一個專門 預約 就是美容 簡發 美髮 美睫 對 還有俠琳 喔好漂亮喔 唉唷我成功那張圖欸 這張圖喔 嗯 我今天要在東京街頭髮 好興奮喔 她那個髮廊非常貼心 她就在那個前面講說 需要注意什麼事項 那個髮廊呢 就說如果你是外國人 不會講日文的話 需要有一個翻譯的溝通者 伊莉現在要 夠約在那邊在那邊等我 耶 喔這是我現在的長度 亂七八糟了 我剛剛剪好了瀏海 但我不敢亂動 所以我剛剛沒有拍剪瀏海的樣子 所以現在我開始剪了 後面的頭髮 再補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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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很害臭 車頭髮脫光 剛剛剪完出來 覺得很開心 她髮尾處理得很好 整個很齊 這樣子打得一點點包 又有一點 沙心 去一些大小小小小 這個動髮店 都不會有那個 更多營造 更多的